洛杉矶华人资讯网6月4号记者张森报道 6月15号的全加州经济重开迫在眉睫 但是在后疫情时代要解决因为疫情而起的诸多问题 加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呀 除了租金问题 加州州政府州议会投入最多的领域 就是如何让小餐厅生存下去 那么后疫情时代初期的餐厅生存状况如何 加州餐厅协会主席Matt Shelton表示说 餐饮业的复苏还没有开始 他说复苏不可能一下子从6月15号就开始了 那复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目前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在疫情当中勉强救火很多餐厅的就是户外用餐政策 这一政策再次进入到纽森的视野当中 纽森在6月12号宣布在6月15号重开之后 将会继续允许餐厅户外经营至少到今年的年底 在一些地方城市市议会甚至计划 让户外用餐永久化 包括洛杉矶市 在疫情中户外用餐除了拉了餐饮也一把 也是在加州民众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一些餐厅甚至表示说 九成多的客人希望一直在户外用餐 而更为实际的是有很多餐厅 在疫情期间都投入了不少于1万美元 来把自己的户外用餐区打造的漂漂亮亮的 还扩大了实际的经营面积 这比投资在他们看来就相当的有价值 也没有必要就此结束吧 而且有数据显示那些封闭了行车线 甚至全部封闭改成行人区的道路 两旁的生意真的有了明显的改善 然而户外用餐引发了很多问题 争议没有中断 例如有的户外用餐区占了路边的停车位 甚至占了行车线 这样减少了停车位 降低了交通流量 也阻碍了行人 而且这样却是存在安全隐患 在疫情之前 帕萨丁娜曾经想要试图推出过 parklet的餐厅 但是因为它遭到市民反对而只好作罢 此外对于那些没有足够锅 宽阔马路的餐厅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就没有足够多的位置来经营户外用餐 相信这个问题会困扰一段时间 但是户外用餐在华人区又不一样了 华人餐的这个很多户外用餐区都是比较简陋 而且就感觉有点像零食性 像几个帐篷搭起来的 而且没有什么装饰 有华人时刻表示说 根本不情愿在那些停车场内搭建的户外用餐区用餐 感觉环境非常不舒服也不太好 那也有华人的餐饮用者表示说 自己的户外用餐区很少有客人光顾 大部分时间就沦为了摆设 而且还要耗费人力来看管 因此户外用餐的措施在华人区 很有可能不会大规模的保留下来 除了户外用餐 加州另外想要帮餐饮院的一个招数 就是允许餐厅外卖酒精饮料 这可是个不容小看的一个措施 在疫情期间 美国有33个州和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允许外卖酒精饮料 包括烈酒和鸡尾酒 一些餐厅酒精的外卖饮料 平均是占到了美中单消费账单的至少三分之一 而餐饮业研究公司Technomic调查显示 有多达58%的顾客表示说 自己在点外卖的时候 比较倾向于能够提供酒精饮料的那些餐厅 为此加州议会也做出了反应 今年的2月份 加州州议会参众两月分别推出了两个法案 它们分别是SB389和AB1242 这两个法案都涉及到在餐饮之后 疫情之后继续允许餐厅外卖酒精饮料 但是这也引发了部分民众 有关于酒后驾驶和危害身体健康的担忧 但是在经济复苏期间 这些优心估计都要沦为次要的考虑因素了